今天早上我们来跟白老师聊聊 美股已成避险资产将越升越勇吗 通常我们看到在市场部门的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将资金部署到黄金啊 债券啊甚至持有现金 都会是一个避险的选择 但是呢如今好像有不一样的趋势出来了 好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似乎认为呢 发展市场股票已经是被认为 比新型市场股票更为稳定的一个选择 而大型股票又比小型股票 有更高的流动性 因而呢将发达市场的这些股票 视为环球市场部门当中新的避险选择 根据全球资产基金流量追踪显示呢 在1月30号到2月5号的一周里面呢 重新出现强劲的美股买盘 达到挣140亿美元 创下了7周的新高 同时主导了全球股票基金的流入 141亿美元的一个水平 同时看到新兴市场的股票 确实呈现一个加速流出的状态 随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停滞不前 而美国的经济是持续改善 不少人士都认为啊 美股将会进一步受惠于 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高度关注 并且将会导致标普500指数的飙升 而在全球资金流向数据上 似乎也已经证实 美国股票已经成为了一项安全交易 针对这一块想问一下白老师 其实您会怎么来看待近期美股 诚信的状态和投资者的一个心态呢 首先是这样啊 美股呢自从这个上礼拜 应该大家还记着这个 特朗普发表了这个国情资文 然后呢第二天呢 这个在参议院呢 也正式的否决了 对他的这个弹劾的一个议案 是吧 那么整个这一系列呢 然后看到呢 华尔街呢是感到很兴奋的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配合 这个这一系列世界的发展 然后呢就是主要的这个投资银行 各方面的都是一致畅好啊 至于你说刚才那个国际资金流向 这个避险呢 其实在传统上呢 应该这样说 美元资产不属于这个类别 传统上来说啊 什么属于呢 瑞士法郎 甚至日元 这个类别啊 当然黄金这个是另外了 我就说从外汇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为什么此时反而美元 如果大家会 就是这个思路有所改变呢 我觉得呢 是跟这个美元的基准利率提高了 是有关系 这个就是说跟传统上的 因为在过去呢 你比如说在 就拿香港的市场来说啊 如果你要跟这个一般的 这个零售客户也好 或者一般的就是香港的 这个投资者啊 你要说避险 或者说高息的这个货币 这么说呢 香港市场最喜欢的 过去呢是澳元 和新西兰这两个 这两个传统上呢 都是一个利率比较高的货币 以前往往是四厘五厘 甚至更高 就是在这个利息收入方面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不一样 你要看回呢 这个就比如说你现在去银行呢 美元的这些的 就是说它这个利率呢 比起一般的货币呢 它是偏高的 当然我就是我不敢说 它是整个所有 这几个货币它最高 但是它是其中一个比较高的 这是事实 高于港币 比刚才我说的 甚至澳大利亚的什么 它也不低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呢 它的就是说 这个在当然这个 这个背后是配合的是 美国的一个经济的 基础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大家认定了 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基础呢 现在还是比较健康的 比起不要说这个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 这个发展中国家 或者新兴市场 它即使在全球 主要的发达国家当中 几乎一枝独秀 它的产业结构很全面 创新能力比较强 这个是确实是 它就是说在综合这么多方面 它是有它的领先的地方 当然你说这个特朗普 在大家面前 当然是吹一下 说它全是它的功劳 这个咱们先不提 但是确实呢 现在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从这个 基本面的这个分析来看 美国的状况是比较强的 而且很多的分析也初步 起码就是现在认为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 新冠肺炎 对它的打击 当然间接打击还是有 还是会有影响 那么美联储也说了 美国财长也说了 但是直接打击不太大 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呢 可能也造就了 就是说确实全球的一部分资金呢 更倾向这个美元资产这边 所以我们看 其实在美股方面 反应是最直接和最明显的 像昨天看美股三大指数 又在积极地创新高 市场也是在憧憬 中国新型肺炎 疫情会有缓和 也是利好到美股的气氛 包括我们看道指方面 最多有升过292点 最终收升0.9% Fillop500指数 触及到3381点的记录新高 收报是3379点 升幅也有0.6% 纳指方面也是再次破顶 高见到9728点 那么收报是9725点 升幅也有0.9% 其中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 也是高收留1.4%的一个水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有关心 这个美股的持续破顶潮 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 这个其实当时你要 我们老是用一般的 比较直接指标 还是用这估值水平来看 那么现在来说 说句实话 美国的这主要三大指数 估值水平都不低 从这个角度有可异 所以也不少的一些 机构投资者 甚至说比较贵 但是从这个 刚才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比如说避险 或者说你就说开了 我不选美股 我有哪个比它的 更好的 比如基本面也好 这个增长 各方面 宏观 各方面 恐怕还真的找不着 如果从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美股 可能在一段时间内 还会比较强 而且也有一部分的分析 就是从美国大选 这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过去 我们也可能 粗略谈过一些 比如说 历史的数据 统计上来看 标普在美国大选年 上涨的概率是很高的 大概80%多 将近90% 那么当然这个不能用 广用这个 意味着就是今年一定好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有人说 从特朗普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 惯常的做法 他跟这个美国金融界 特别华尔街 这些大行的 这个密切的关系 各方面来看 这个逻辑上还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 有可能因为 他争取连任 在就至少 今年11月份 选举之前 整体的美国的 这个就是市场 是比较偏强偏好的 是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您认为 这个美股应该还是会 继续有一个升幅存在 所以要大家说的 牛市莫古顶 这样一个趋势 暂时来说 应该不会说 这么快就停下来的 同时反观到中国方面 大家对中国经济方面的担忧 也是有不少 疫情确实是对不少企业 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那么为了支持 中国新冠肺炎的 一个疫情防控 而推出的信用债 也是在节后火速登场了 随着更多企业 公布发行计划 市场人士都在提醒 抗疫标签 并不意味着 这个特别的担保 投资人仍然是需要 甄别潜在的 这个信用风险 而根据彭博汇总的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后 到2月10号 已经有珠海华发集团 科伦药业 中国南山集团 以及云南省 投资控股集团等 10家公司 是有发布或是公告 要即将发行 跟疫情防控相关的 一个债券了 其实在这一块 大家都会有一个担忧 就是说现在看到 疫情之下 很多内地企业的 一些企业主老板 或者是这个 都会发一些这样的 一个公告 想安定军心 就是一方面说 自己面对特别大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 那可能就是让企业员工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失业下岗 或者没有工作 这样的一个担忧 而且看到很多 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 很多企业先进流出现问题 那么包括自己 原本自身的债务 都会出现一个 偿债的压力 那同时大家会担心 这样的一个滚雪球效应 会不会对整个金融体系 或者其他方面 产生一个雪球效应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块 想请白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疫情 对于这些企业的影响 甚至传导的效应 会有多大 现在这样说 最近这两三年 其实过去至少 我记得在过去那两三年 中央也反复强调过 比如去杠杆 那么也幸亏 应该说某程度上的 比如说在整个流动性方面 做出了一些调控 那么理论上的现在 由于这种的杠杆的比例 没有过去 比如说三年前 四年前高了 理论上的就是说 现在你的抗 这个就是 这种的能力 是比以前应该要强一些的 当然你要说个别的 这个单位 或者行业板块 这个很难一概而论 那么有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这个房地产开发的 它传统上 它就是杠杆是比较高 那么它即使它去了杠杆 它还是比一般的要高 那么如果 比如说我这三个月 或者说这四个月 完全无法做销售 我也很多项目在停工 这就怎么办呢 这个里面就会比较有麻烦 那么这里面 有的个别的 比如说灵活处理 就是说先 像香港现在 不是最近有很多商业银行 好像说这个 还新一步还本 对 没错 那这个实际上 就是一个缓冲的处理 那么有可能 比如说延续半年 甚至不行 就先拖一年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是至少的把这个债务的 这种的压迫感 给松弛它一下 那么当然这里面 你最终还是得还败 只不过呢 因为你现在 就是可能是受到 这些环境的影响 短暂的这一阵子 我就比较这个 就是放松了 先这个 就是做出一些特殊的安排 我觉得这个也是 其中的一种办法 当然这个前提 我觉得是 现在这情况 希望不要持续太长 我觉得你 比如说你真的 三个月 四个月 理论上应该能 还能盯得住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连续两个季度 甚至超过半年 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 OK 所以大家可能 还是要关注 这个疫情的持续影响 到底会有多久 如果短期来说 这个企业应该 还是能够hold得住 但是如果长期来说 可能真的压力比较大的话 可能要倒是再看 具体的情况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今年早段开始之后的 港股表现情况 今年早段横止 似乎呈现压力 那么高开之后呢 出现了下挫 目前是下跌20点 跌幅0.07% 报27802点 成交金额呢 是398亿元 那么请教白老师 这个在前两天 大跌 就是刚复市之后 两天大跌之后 这个出现了一个反弹 而且还有一个持续性 那么来到这样一个位置 今天好像看到了一些压力 短期走势 您会怎么来看呢 对 我觉得这个 技术走势上 它是有改善 它重夺了 昨天又重返了 250天平均线 是 那么但是呢 不要忘记 就是才过去呢 其实这几个月 曾经至少也三次上去了 就是爬上了 这个250天线 但是三次最终呢 还是又跌回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你也不能说调底清新 就是说 这250天线嘛 牛熊分界嘛 然后这一上去又 两万九啊 或者说 我觉得现在呢 确实呢 是不确定性比较多 那么一方面呢 当然说 有的人说 开始稳定了 是 这个新增的个案 数量少了 等等等等 就是也有一些 其他统计数字 但是也有不少的专家呢 认为呢 恐怕不那么简单 或者说 未来呢 很难判断 就是说 现在的证据呢 不足以推断 到底是不是受控了 开始稳定了 甚至是 是走下坡了等等 因为从这个 03年的案例来看呢 其实这个 延续时间呢 也不短 要是 我大概翻查一下 记录呢 比如说 从这个香港社区的爆发 大概当年是2月底 最终呢 这个WHO 是未宣布解除 香港的这个疫区呢 是6月底 那么这个前后呢 是延续了4个月 当然这个 每次的这些 疫情呢 也不大一样啊 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 很难说 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也说如果 假设从1月算起 那么现在呢 是才一个来月 一个多月 是 恐怕是不是太快了 就是说不到两个月时间 你能整这么大的 这样一个疫情 能下一个定论吗 那么如果从这样的话呢 也许 真的 假设就别说4个月 你就说3个月 那么也是 也得到差不多4月份 是 也就是离开现在呢 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中间 到底怎么跳呢 其实真是好多问号 是 所以今天我们 大家如果关注疫情的话 会看到 今天单天 这个武汉方面 它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确诊人数 单天加了 14800多例 这个可能大家会预计 这好像确诊人数 在缩减 3000例 降到2000例了 有好的趋势 突然之间出现一个 这么增量的 这样一个大的确诊人数 是不是这方面的疫情方面 左右到了一个市场情绪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来看 判断接下来一个市场的 一个情绪变化呢 对 我觉得这样说 从今天的市场反应 其实不算太大 就是对这个新闻 那么好像 也不算是非常的恐慌 至少 当然是 我还是有些负面的 我觉得 但是这里面 因为有很多细节 还是没搞清楚 就是说 它会不会 原来那个数量上 是低估了 那么现在只是确认了 比如说有的是 疑似的 疑似的可能本来就 两三万人 只不过今天 或者说在过去24小时 我确认了当中一万多人 所以这个数量一下增加 但是这个总的 就是说确诊加疑似 可能差不了多少 是 也许现在还有两三万人 在排队 就是咱们这个细节 背后就不太搞清楚 是是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分开来看 并不是说 我突然加着一万多人的情势 就有多严峻 其实可能只是把疑似 变成了确诊 所以这个还是要市场 进一步来解读跟消化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A股方面的一个情况 今天早段A股呢 也是一个不升不跌的一个价局 那么早段来看呢 目前是无升跌的一个状态 是在2926点的一个水平 那么再来看一看A股方面呢 想问一下白老师 您的判断看法会怎么样 我觉得A股现在呢 也是主要是憧憬这个 在比如货币政策这方面 会有些新的动作 那么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会做一些东西 那么在其实年初一开始 就降了存款准备金 现在呢 其实除了这个准备金率之外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具体的措施 而且呢 当然这宏观的货币政策 一个财政政策 这个另外一方面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一些具体的行业板块的 甚至又有市场谣传 是比如说对房地产 也许 但是房地产这块呢 因为在过去呢 比较少用 就是作为这种的 一个催股的工具 但是比如说一些呢 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 或者是比如汽车 行业板块啊等等的 那么这些我觉得都不排除的 OK 所以接下来一个走势判断上 您觉得可能现在是来到 一个阶段性顶部 要休息一下 还是说接下来可能 会有一些要回答的风险呢 对 我觉得暂时来看呢 它可能比起港股的波动 也许没那么大 因为它到底呢 就是说在过年休息之后 一下子就跳的 就是往下调整了 7% 8%嘛 然后之后又爬上来了一大半 所以现在呢 我估计的2900多 或者2900到3000之间 先盘整 OK 但是不一定会出现 就是如果情况没有什么 突发的恶化的话 不一定会出现大变 经过一个修复性反弹之后 可能接下来建个盘整观望的一个阶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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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